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稳健的一个扩张 但是在薪资增长的部分 又没有造成通膨有大幅上升的一个压力 那再加上先前本来因为整个美中贸易情势 而比较疲弱的企业投资 就最新的数据10月份看起来 也是出现了1.2%的成长 是9个月来最大 所以其实如果以联准会的和皮书报告 也是提到说 他们在10月到11月中的调查显示 目前美国的经济是呈现一个温和扩张的一个步调 那除了消费的一个稳定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在于制造业的部分 虽然大多数的区域都还是呈现一个持平 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一个区域 表示说他们有看到 有开始有扩张的一个迹象 我想这对于就是包括了 整个先前大家担心 整个贸易紧张情势 对于不论是美国或者是全球经济 可能会造成衰退风险这样子的一个担忧 其实明显看得出来 是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不仅是美国 其他的一个区域像是欧洲 这部分其实经济也有止跌回稳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以目前的一个这样子 释出的一个经济基本面 其实是有助于支撑整个股市 从年底到明年初 是有机会上演一个耶诞行情 到整个所谓的一个圆月行情的一个部分 因为如果就美国股市 其实过去的历史经验 大概12月跟1月份 平均的一个涨幅 大概都有在1.2到1.3个percent 而且这个上涨的几率 大概都有在7成左右 那也反映出其实美国股市 这部分其实年底到隔年初的一个旺季效应 季节性效应其实是蛮明显的 那当然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还是在于美中的一个贸易情势 不能再出现紧张或恶化的一个迹象 那上个礼拜算有香港的议题做干扰 不过看到后续 其实双方还是释出了要继续协商 然后这部分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一个几率是比较高 只是这达成协议的时间点 可能会落在明年的1月 以目前最新的一个迹象看出来 不过真的还是要提醒 就是真的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前 可能消息面都还是会非常的反复跟纷扰 那尤其最新的消息出来是川普总统已经正式签署了香港的一个人权跟民主法案 这部分是不是虽然说这个是意料中式了 只是这个动作是不是还是会让中国这部分 会希望透过还是会有中国这部分态度是不是会有一些转向 这可能还是要留意未来整个几天的一个消息面发展 不过就整体来看我们觉得目前的一个大环境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有利于整个风险新资产持续往上走 那当然就股市来看的话 真的最大目前的利空还是就是在于涨多了 因为如果以今年以来道琼涨二三个percent 是摊扑白指数连继股利的话大概涨了28个percent NASDAQ指数有32个percent 费半甚至涨幅超过有五成 这部分不排除年底之前可能会有一些获利了结卖压 但这部分可能是一个技术面的调整 不会去改变目前美国股市的一个持续创新高 然后稳健向上的一个大架构 所以当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这是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刚刚他已经正式的签署了 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法案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关系上面的紧张 所以会不会影响进一步影响到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 现在成为一个很重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么可是刚刚提到说过去的经验 其实年底从Christmas一直到元旦这段期间 七成的几率是上扬的 那可是你提到说最大的风险就是涨多了 应该是说以目前美国股市就是每天是在一个晶晶涨的状态 那就是持续一直在创新高 那如果以上昨天来看也是连续第四天又在收红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以目前的一个市场气氛 其实因为逼近到年底 其实投资人的交投会相对比较清淡一点 那我们是觉得如果以目前的一个基本面的状态 其实是有助于支撑整个美国股市还是有续创新高 那只是说如果就技术指标来看的话 的确短线上还是都有一点过热 像是14天的RSI指标 其实都还是接近了就是在70左右的附近的一个超买区 所以不排除会有一些高档震荡 这部分但我们觉得不会去改变到它目前的一个多头的一个结构 那尤其是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 其实以目前美国股市这一波的一个上攻动能 虽然主力又还是回到了科技股 或者是在一些尖牙股的一个身上 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个类股群 当科技股休息的时候 其他的类股群像是一些金融啦 或者是像是一些比较防御性的 就是公用事业不动产这些都有事实的一个表态 那我们觉得在这种类股轮动的一个架构之下 其实反而是有助于支撑美国股市整体的一个多头 其实是可以走得更加的一个长远 所以它就算整理也只是高档震荡而已 对对对不至于会有大 目前看起来不至于会有大幅修正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金金涨的格局可以一路的走上去 我们觉得目前的能见度啦 其实到明年的一月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二月之后 其实明年的二月之后 美国的一个总统选举消息面可能还会开始增加 那因为二月三号就是民主党的首场初选 会落在爱荷华州 那三月三号就是超级星期二 会有十四个州要举行初选 那虽然说明年美国的总统选举 是落在明年的十一月三号 还很久不像台湾喔 但是可以看到在二三月之后 这个政治上的一个纷扰会开始出现 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的初选都是从二月开跑 对对对 那因为共和党应该就是 那到共和党应该是确定 但民主党的部分就是明年二月开始会更加的明朗 那就是说整个美国媒体其实就环绕着都是选举了 对那因为明年其实美国的总统选举 其实也是变数蛮大的 因为这个就是就民主党来说 现在当然比较领先的是在拜登 但是他的领先幅度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一个稳定 反而比较偏左派的像是华伦或者是桑德斯 有时候民调会有一点上下起伏 那尤其我们观察到如果像华伦的民调 因为他比较偏左派 其实他的民调只要上升的话 通常尤其像是股市或者是跟他医疗政策比较激进的 就是在华伦的部分 医疗类股就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跟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就现阶段到明年的一月 可能政治面是一个相对的空窗期 然后经济面也还不错 然后整个政策面 还有就是在美中贸易情势也没有太大的一个 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变数的意外之下 这是让美国股市在短线上还是有机会上工 但是到二三月之后呢 可能就要开始留意一些政治面的一个纷扰 那尤其其实相较于过去几年 像今年可能是在欧洲的一个政治英国脱欧的议题 那过去几年会是在新兴国家像拉丁美洲的选举 但是相较于这些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反而明年比较重要的一个选举议题是落在美国 反而会让美国股市可能在二三月之后 就会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压力 那相较于其他市场 可能像是美国以外的市场 或许就有一些因为政治变数比较消散之后 反而评价面又比较低 反而是有一些补涨的一个空间 不过刚刚这个所 我想让华尔街喘口气的是 华尔的民调最近 又下去 对对对 就他提了一些政策 确实不受市场欢迎了之后呢 确实有影响到他的支持度 所以民主党会不会重整步调 然后又会对于美国的政治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要等到明年二月会更加的清楚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他的政治面影响并不大 那么并不代表他不会影响 那但是这一段期间 到明年一月之前 金金涨继续的 可以让川普不断的说 股市又穿历史新高 享受吧 对所以可以继续这样下去 好那当然这里面 今天的中美贸易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今天也需要好好观察 因为这是今天刚刚出现的 一个最新状况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 富兰克林投顾资深协理 梁佩玲 提供美国股市的讯息 供大家做参考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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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